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嘿 走走吧 我认识你这么久 我好像没有跟你出来徒步过 没有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每一次我没有机会聊天的时候 我记得都是在一些室内的地方 然后都是我在诉苦 都是 对吗 都是 你就做《安安安》 然后我就会在那边诉苦 我记得很清楚 都是这样子的画面 我从来没有机会跟你一起在户外 这么漂亮的地方又很晒 谢谢啊 很晒 我今天带来晒太阳 就在这么漂亮的地方散步聊天 从来没有 其实从来没有 真的 而且你常常跟人家去旅行 我没有跟你去嗨过 你知道吗 都是 common friends 对吗 因为我知道你在新加坡 我就快点抓住你 然后说我们今天 对 我知道 我们今天来散散步 我知道 我知道很多人就以为说 自从我结婚之后 就比较少在新加坡 有啦 我有在新加坡 有 有啦 只是说 因为我的一半的时间 可能说有一两个月 还是三四个月 很多时候 我都要分开了 回去美国 看我的家公家婆 毕竟他们都已经八十多岁了 所以要花点时间陪他们 然后那大半的时间 还是留在新加坡 工作也好 还是陪我自己 新加坡的家伦朋友也好 这个也很重要 对 还有做这个interview很重要 你是特地飞回来吗 没有特地飞回来 可是为你 anything also can you special for you special 你上一次是 什么时候出来户外 散散步运动 OK 我几乎每几天 都会出去散步 不是散步 是跑步 我有一个习惯 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都会去跑步 我会去公园跑步 对 然后跑大概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半 然后回家 对 而且是半跑啦 很慢很慢 跑得比乌龟还要慢的 那种慢 OK啊 有时候啊 慢到连那些老太婆 在散步都走得比我快 对 但是这样子的户外的interview 我非常的喜欢 是啊 很放鬆很享受 你呢 你常常做这种户外的interview吗 我好像比较少耶 但我只是希望说 好像可以趁这个机会 约一下朋友 然后一起 你知不知道 有点时间 谈心也好 我觉得是一个很健康的范围 其实我也很想问你啊 你自己本身喜欢户外吗 因为我知道你是拍戏 拍戏为主 很多时候都要拜拜 我很喜欢户外 我就是其实之前 今天我是运动员嘛 对 我是擂球 你是擂球 擂球 对 我以前是晒得很黑 然后我发现说 我开始拍戏之后 这个可以拔吗 不可以 好像不可以 你要拔 摸就好 好漂亮 好漂亮 我会带你来这边 因为我觉得很适合你 所以我很开心 刚才你说其实你没有来过 我没来过 对 下次我带我丈夫来拍户 而且我不知道 我很喜欢大自然 那是因为我觉得 大自然让我能够更亲近上帝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 有吗 我有 我有 我觉得我当我 我在想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一个人静静地去户外 晚上也好 白天也好 我觉得The Quiet Time 很多时候会有一些下载 在我脑海里面 脑袋里面 我觉得这些话语 好像不是从我自己而来的 而且 是圣灵给你的花园 而且那部分 对 平安 我觉得自然很治愈 对 对 它是很疗愈的 对 所以你说你以前是户外 因为以前是运动健将 那之后呢 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开始慢慢地 不太习惯太阳 因为其实不是不习惯太阳 而是有些东西你需要取舍 我没有办法真的玩累球 因为我们每次都是亮点的太阳 就去户外了 所以有时候真的也不能晒太黑 好像你讲的 然后你半点会出来等等 所以慢慢地 然后很怕被球打 因为你又练习不够 然后大家都很专业 所以就有些东西就要牺牲 其实我跟你是怎么认识的 你还记得吗 好 我有一个回忆 我不懂是不是跟你一样的 你先说 你先说 我先说 好 我先说 我觉得我第一次看到你 是在旧公司 旧公司 然后在录音室 然后你刚刚录完 好像录歌还是VO 新年歌吗 请问 有可能 然后你在里面唱唱唱 然后你就拿下耳机走出来 我就 哇 那是Berlinda Lee 我就觉得说 很漂亮 MTV 我以前看过你这样子 然后你就很热情地跟我讲 这是我对你的第一印象 是吗 好 你呢 不一样 我不记得那个录音室的画面 是吗 我不记得 但是我只记得 刚认识你了之后 你是我的同事了之后 你是少数的 比较热情的艺人之一 那个时候 少数就是会讲hello的 因为一般都不会讲hello的 ok 然后有一次我的朋友呢 他们有一个筹款活动 在他的咖啡厅 然后我就问了 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同事们 包括你说 我们要有一个筹款活动 请问你有兴趣参加吗 你想不想就是 帮我们一起筹款 可能是捐一些你的私房货 然后我们可以筹款 你知道吗 你是少数的 除了你之外 还有重庆 只有两位同事们 很热情地帮我们 而且我还记得很清楚 你知道吗 不只是我 我身边的朋友都告诉我 他们永远记得你 因为有一天 我们在筹款的活动那一天 一大早 你就把你一大袋的私房货 全部拿过来我们的咖啡厅 然后摆设 然后告诉我说 本来这就是这些 我觉得我希望能够卖 然后筹钱去帮帮助一些 能够帮助的人 我永远记得那个画面 然后而且那个画面 印象很深刻 深到今天为止 我的这群朋友还在讲 真的吗 那个时候你才刚刚加入新传媒 而且你也刚刚就是得了冠军 对吗 才华得了冠军 就还很新 所以他们对那个Felicia的印象 对吗 那是Felicia的女孩 她很甜 她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但是你看 你永远没有认识 那你做的那些小小的能力 对吗 你不要去小看自己 一个小小的能力 你能够为你周遭的一些人做什么 你没有想过吧 原来你那个小小的一个举动 能够深深地影响了 我身边的这么多朋友 我真的没有想过 我觉得有时候 我就是傻傻地做一些东西 我不能说傻 我只能够说就是很纯 就是很纯洁的一颗心 就是纯粹就是想要去帮助很需要的人 也因为这样你就影响了很多人 对吗 你做了这么多年 你觉得让你最有满足感的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在这一行真的很不容易 Felicia 真的 你知不知道 你在这一行有多久了 20年 我今年20年 我25年 大概有25年的时间了 所以 对啊 你看我们 真的在这一行很久 虽然我们看起来还像18岁 但是我们其实在这行很久了 真的很不错 我今年46岁 你什么什么 你感觉好像26 30岁最多 我今年46岁 我认识你啊 这么多年 我觉得你感觉越来越年轻 因为我心态越来越年轻 真的 我找到了生命中的平衡点 我找到了平静 我找到了快乐 我找到了什么叫简单快乐 简单幸福 过着简单幸福的生活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 我的心态就变得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年轻 也没有什么包衣的 嗯 我觉得在这一行这么久 我最感恩的是 我有机会到世界各地去 访问这么多不同种类的人 嗯 各式各样的人 让我感触最深刻的 也就是 当我在访问他们的时候 其实收获最大的人 不是他们 是我 嗯 也因为这样 我 我开始懂得 怎么接受自己 怎么爱护自己 嗯 更了解自己的 有缺点是什么 对 那从中 我要怎么去改进 从中 我要怎么去成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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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对 身心很好 很健康 David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我觉得他是上帝给我的 赐给我的一份很珍贵的礼物 我真的很想要继续地去珍惜这一份礼物 因为我知道他是很难得的 而且我也等了很多年 这一份礼物才终于出现了 David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也是一个我能够倾诉的对象 他也是一个能够去 我想要去玩乐的一个对象 赐后玩乐的一个 Buddy 所以 他真的是一切 英文我们说 You don't need to find the perfect person in your life to be with you All you need is to be able to find the person who is perfect for you 找到一个 适合你的对象很重要 不管别人怎么看 说这个人很完美 可是 可能他跟别人在一起会很完美 不代表他会适合人 是 所以最重要的是 如果在找对象的时候 不要去找一个 别人都觉得很完美的一个一个 最重要的是去找一个 或者去认识一个 你知道是一个 对你来说 是很适合你的一位对象 Felicia 这个是我从来没有分享过的 你知道我在婚礼的时候 在庆祭的时候 谢谢你 我在庆祭的时候 我在讲我的婚礼 我们在唱伴侶歌的时候 敬拜赞美的时候 我突然间感觉到了 上帝给我的一句话 他说 Belinda 我没有忘记过你 I have not forgotten you 等了八年 I have not forgotten you 那个时候我知道 上帝在对我说话 因为那八年 我一直会怀疑 有一天会轮到我吗 有一天幸福真的会来吗 我觉得那八年我等到了 所以 我只能够说我非常感恩 我也要非常谢谢你出席我的婚礼 对 而且你记得吗 其实我跟你讲过 我有一张照片是 你在丢 丢那个花瓣的时候 你很用心地丢 那个照片虽然你是背景 不过你的丢法是这样的 真的 真的是无意中的姿势吗 你知道你那一幕 让我很感动 因为没有人在看 你也不知道谁在拍你 不过你就是很用心地丢 因为我知道 你很用心地在祝福我 在我婚礼的时候 你很用心地祝福我 所以在丢花瓣的时候 你也很用心地丢 这是我非常非常珍惜的 所以我想跟你说的是 我想借这个机会 想跟你说的是分舍 我从来没有这个机会跟你说过 不过在这个圈里面 我并没有很多圈内的朋友 虽然我们也不常见面 不常吃饭 但是我要让你知道的是 其实你真的在我生命里面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在我等待的那八年的起起落落 很多时候在我面对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你都会出现 你都会出现借我你的耳朵 聆听我的故事 为我祷告 跟我一起相信 我一定会有一个很好 很美好的未来 这个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那这份友谊 我想跟你说的是我非常珍惜 我也要让你知道 上帝会大大地祝福你 因为你的这颗心 一直在不断地祝福别人包括我 所以我想跟你说些谢谢 我真的很希望说 在看我们的 interview的朋友们 尤其是那些单身的 单身的朋友们 我也希望他们不要放弃 因为上帝没有放弃他们 有一天 他们也会尝到真爱的滋味 我感到很幸运我们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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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见面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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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惡 媽 你了解嗎 哈囉 哈囉 Steve Travels